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们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致批评一下 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家发誓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物 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或者建议我们每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令这个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呢 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那位特首或者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 你会怎样处理那件事 我们经常都这样说 很多问题之所以拖持得很久 一直都解决不来 主要都是因为我们未能够 动缩到问题的核心 只能停留在问题的边缘那边 问题的表征 所以未能够一针见血 看到直击问题的 我也很多时候 依赖很多社会上的所谓专家 行内人士 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而这些人很多都是一种 既得利益的人 也可能这些问题的制造者 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往往出现这些所谓本末倒置 颠倒是非的 没有办法看出问题的根源 好了 那我们今晚呢 我们所说的题目呢 都是最近发生在香港 其实很多世界各地的 就是关于油价飙升的情况 其实我们都在香港人都惯了 香港的汽油 可以说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了 但始终我们香港人 都好像不是很感觉得到 因为我们不是很需要自己开车的 香港的公共的交通是非常之 就是非常之好 行的都很全面 所以真的需要开车的机会不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很不同的 比如很多交加包括东南亚都好 差不多的汽车可以说是代步的必需的工具 如果你真的那个汽油加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个个都感觉得到的 那么今次这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了 那个原油价在近年来不断的飙升 已经升到已经穿过了130美元一桶 那么已经840了 那么也都有预测会继续高上去的 那么突然之间很多国家 可能政府都看到了 不能够继续津贴 就是其实很多国家的原油比较之所以便宜 就是不单止他们的税那方面 就不是说加得好像香港那么厉害 那么还有一样东西 他们很多时候是津贴的 那么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这里 平时用的那个能源 其实真真正正不是真正的能源的代价 只不过是一个很假象 那么很多政府现在津贴得越来越多了 那么发现是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于是很多国家就停止津贴那个油价 那么叫市民是自己是给回的 那么其中在我们的邻近国家 就是马来西亚 那么大家相信都会有机会去马来西亚旅行 那么其实马来西亚的地方都挺大的 那么很多人都是可以这么说 都是喜欢自己开车的 一般来说都好像西方国家那样 每家庭都起码有一架两架甚至三架车 那么马来西亚最近政府就在3月8号大选之后 就未满一个一百日里面 就政府就出奇出不意之下 就调高那个那个燃油那个价格的 那么价格的调高度差不多是升了成 就是差不多成百分之四十 那么现在茶油是每公升的一点五百马元 是上涨到是二点五百的马元 那么涨幅也都达到高到成百分之三十六十三 那么整件事他们的分析就说 那么因为是竞选期间 那么政府就不太方便 就将那个油价来到来到提升的 那么所以呢其实拖了成很久的了 那么就拖了成差不多成一年了 那么政府突然之间就出此下策 那么其实政府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时候了 给我们这些市民是知道 真真正正的那个油的代价是这样的 就不要再肚显下去了 那么因为以前的政府就喜欢慢慢加的 就是慢慢加慢慢加你不是很觉得的 那么但今次突然之间这样加 其实政府希望是有一个就是做到一个效果 就令到那些人知道了 其实我们不可以再这样生活了 我们要开始去大改变了 那么政府因为为了响应这个这样的大家幅 那么当然了 然后然后再加回后会引起很多物价的的高涨 那么那么政府为了就是平息一般人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 Mutta的情绪 那么政府其实呢 自己呢都是很多方面呢 是将大减它自己的官员的那些的啊 那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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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中呢就是 例如官方旅游、探訪、海外開會都盡量減減 他們的計劃希望政府在這個措施下可以節省到20億馬元 政府其實說我們都帶頭 我們遠離接見其實我們都是第一件事才做 但很明顯很多政黨或者敵對派 很多時候會趁這個機會提出要推翻政府 亦都答應市民如果我想任之後 我一定不會這樣做 這些價錢我們照樣減低 這問題我待會想想怎樣看呢 除了馬來西亞其實很多其他國家 例如西班牙那樣 原來這件事由法國的漁民開始 法國也是這樣 法國的漁民大舉就開始霸出海去拿魚 不單是堵塞很多封閉的港口路線 很有趣喔 他們這個行動很快傳召到其他國家 譬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漁民 是共同罷工的 甚至乎是西歐的運輸業都加入抗疫的行列 而一個慢性的方法 希望是癱瘓運輸的 其中在馬德里西班牙的漁民 直接把市民派魚給他們吃 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 好了 其實油價高升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很久都知道 是遲早必定發生的 可以某個程度上 我們都已經去到一個分水位 即是說我們已經是 石油的產量已經差不多去到最高點了 跟著下來就會越來越少 其實這件事不是現在才知道的 一直都一直都說了很久 但很明顯 好像未燒到來 大部分人都是照舊的 以前的生活 完全沒有理會這個不可避免的事實 這個問題我們會怎樣看呢 有什麼真正的假挑方法呢 如果你是政府的官員 或者像香港那樣 香港的很多運輸那些貨車司機 出到這一招了 就將那些大貨車 放在中環的市區 令到你交通癱瘓 但在他們來說 他們面對的問題 其實都是很真的 他們的收入 是因為燃油的上漲 是減低得很厲害 譬如馬來西亞 他們說人民的一半收入是不見了的 如果大家有機會 去出外旅行 現在乘飛機 其實那飛機票 那個價錢 是背後會加很多燃油費的 燃油費其實加到 不是說幾十元的 不是說一百元二百元 是說四百元五百元 然後就快可能都要成八百元一千元 這樣 怎樣 我們今晚 除了黃岳然 我們和我之外 那天也請到很幸運 周兆長 剛剛在我們旁邊 我們說 你來了 不如幫幫忙說 我們過去一直都希望 大家都已經聽過 歐紀福先生 他是一個香港人 好像去了台灣生活 然後去外國讀完書之後 回來台灣工作到一段時間 他就在很多年前 他突然之間有一種感覺 我們文明人 現時的生活方式 是很大的問題 我們是不能夠繼續下去的 他就做了一個很特別的決定 他就把他的生活方式 完全改變了 就是離開了一般人的 文明的生活方式 盡量企圖 嘗試一個很簡樸的生活 盡量少用一下 我們一般的資源的生活方式 他試過很多年 他在過程裏面 他將他的經驗 都寫了幾本書出來 其中最早那本 就是關於台灣花年 那個鹽寮淨土 亦都很多人 都去過他那個鹽寮的地方 曾經去經歷一下 歐紀福先生 其實他是代表一個 一個生活方式 可以說是一個很 另外一個很深的層面 的簡化的生活 如果大家有機會認識他 或者看過他以前報道 關於他的文章 都會知道 其實可以去到這麼近 其實我們都可以的 我覺得周治常不用說了 周治常這麼多十年來 都一直都在說這個問題 我覺得現在差不多問題 已經白熱化了 我們真的要去醒覺了 我們怎樣去做呢 怎樣呢 有些什麼的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脫離到 今次能源的問題呢 當然很多人說 用一些其他能源的方法 也有一個方法 是歐紀福先生 代表的方法 就是我們 可以盡量減低自己的消費 那方面 好 那這就是基本的背景 那大家會 有沒有想頭呢 這方面 沒有什麼的 醫生你以前不是有個節目 在說 找些代替的能源 水都去發電 這樣 這個是其中 其中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一向都有這樣說 但是有些經濟 純經濟學家都說 其實好的 這件事是好的 那因為呢 其實我們有很多其他代替的能源 是可以再再再再生的能源 譬如風力發電 水力 或者geo thermal heat 這類的東西 那我也都看了很多報道 那有些人是把水 是可以把它分解為 氫氣養份 是直接可以行車的 那我有個朋友呢 在澳洲 是見過這位 叫Mr. Bryant的Engineer來的 那他說 他見過他真的駕駛車 是用水來做便油的 那以你這樣說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想看看 是不是 以你這樣說 是沒有什麼危機的 是 就是沒有什麼危機的 發展這些東西 我曾經在這方面 這麼多十年來 我除了看了他關於這個資料 其中有一個magazine 是介紹過他的 那這位Mr. Bryant 其實都 那份刊物 關於說他的發明物 其中他有一個發明物 就是一種燒焊的火具 這個燒焊火具 那個火力 可以將兩塊磚 可以用起來 但是如果你的手放進去 是燒不到的 就是這個東西 很有趣 這個是真的 這個科技 是真的存在了 但是這個 最重要的就是 他是已經知道 有一個科技 是可以用水行車的 那在網上 和其他的途徑 我也都發掘過很多 那我亦都找到這些資料 有些時候 他們買這些模式 就是這些方法 你試一下 可以用一個很便宜的方法 去製造能源 那我也覺得 其實買了很多回來 但是知道 我又不是一個engineer 那我就不適用的 那我通常 我買之後 就叫那些engineer 那些朋友 叫他看一下 那我遇到那些朋友 都覺得是不可能的事 就是這個 好像違反自然的定律 我們不能夠有便宜的能源 亦都不可以說 就是無中身有的能源 所以我見過很多次之後 我都是一面灰 那樣 這個這樣說 那你給你看一下 那他就 哇 雅倫雅倫 這是不可能的事實 那這個是一個engineering physics 是Waterloo 這個差不多是 Top engineering school 那他是這樣看的 但是我始終 是見到 在網上 和坊間 其實很多人都在這方面發掘的 但是我們不要說 這個當然可能是其中一個 有機會可以幫得到我們 解決我們的問題的方法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到今時今日 這些方法都未真正正正 被人發掘出來呢 是不是這些方法 都是只有港字的呢 那 那 可能真的有人試過是不行的 那雖然有些是六十分鐘 就是在澳洲有個 駕駛電單車的 你網上看到的 他真的是做給你看的 那那個電台電視的訪問人 真的去看他 找一些教授 來看他有沒有做手腳 生產這些車 但是為什麼始終 你投資多少 讓他整間車廠 那 我都經常這樣想 我朋友都這樣想 如果真的有 就把人投資 那如果你有機會看 Mr.Brown 我忘記他的第一名 他說 他不斷有人去澳洲去找他 那些人不斷的人 他解釋了之後 他示範了之後 那些人都很興奮 啊 我回去 我就去幫你籌錢 我回來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 好好發展這個科技 他說 通常那些人 就是一去不回 一個又一個 一個又一個 醫生你去找他 你不會一去不回 那 那 那我當時 這是一個Explore magazine 這個 magazine我還有的 一個一個 一個Special Feature 成十頁子 關於他這個報道的 那 所以我當時 我看過這些資料 那我有一些澳洲朋友 其中澳洲朋友 是呀是呀 我認識這個人 我見過他 駕駛這個車的 那沒多久 我有一位 在美國一個 一個同學 他是一個自然療法 裡面的同學 他是一個獸醫來的 那他就發現 原來 這位Mr.Brown 就去了中國 嗯 那他就問我 他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一下他 他說中國 他以為香港 中國 是很容易找到的 那我說 他不知道中國是這麼大的 我根本是無從入手 如何去找他這個人 那就是很明顯 Mr.Brown 很可能 就是發現很多西方國家 資本主義國家 或者受油田 就是依賴油的影響 或者油的勢力之下 他可能這個科技 覺得是沒有人敢去發掘的 因為他影響很大的 就是整個石油的經濟 是會整個經濟體系 會全部崩潰的 那一般人的解釋 就是為什麼沒有人敢鬥這件事 就是因為有這個的背後 有可能這個問題 那最終可能 這個Mr.Brown 就說 算了算了 我去中國了 或者打算在大陸的政權之下 可能那個情況會不同 那這個都很機嫌的事 那最近我聽聞 這位Mr.Brown過了身 好了 沒辦法了 那 不是很多 我聽了很多 我還追緊很多 有些人是真的在發掘 那我有時候 簡單一點 我們看風力 太陽能 那些能源方法 其實是有的 不過 那些科學家 沒什麼發展 這樣 因為那些油便宜 那如果有些油 那些油又貴 那你被迫著那些人 要發展 那些人 是吧 有幾個想法 其實 技術 科學技術 其實很多東西都得 已經是成功的 是 用水 用太陽 用風力 發變了能源 其實都 技術上已經有的 就是 現在就是說 你怎樣可以 做到出來 好像很普遍地用 那有些呢 仍然是 價錢很貴 很高 是 現在 現在 太陽能電池 還很貴 那就是 怎樣普遍化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一條路 這個可能會有些 阻礙 是什麼呢 後面可能有隻 黑手 台湾講的黑手 搞鬼 所以 如果他真的出來了 他那些石油 那些就沒有生意了 所以他會搞鬼 怎樣搞鬼 我不知道 總之 可能有些這樣的問題 就是 水 用一點點電 就可以 將水變成 輕氧 但是 這個技術都有 我在台灣已經聽過 有 但是 又有什麼問題呢 那些問題 卡在哪裡 就不知道 如果 說 用價錢來講 用價錢 你說 貴 如果貴 用價錢 是否絕對一個標準 石油 我們現在說貴 因為他沒有貴 其他東西都不是 因為沒有貴 就是有些問題 就是有些 不知是經濟的問題 或者 會搶了哪些人的生意 或者其他東西 會被你打倒 可能是這樣的問題 所以 經濟這個事情 很多時候 我們不懂 我們知道 其實技術上已經可以了 已經有很多人突破了 但是為什麼不普遍呢 這個問題我不知道 歐先生 歐先生 其實你說了 醫生也是這樣的意思 是吧 你如果是觸及油箱 你可能打仗也有份 是吧 很多戰爭都因為 油箱背後要搞鬼 中東那裏 如果你整個東西出來 便宜便宜 是搞定他們的 可能 很大問題 所以 這一定是生意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但如果它一直貴 其實自然要迫著發展出來 如果到那個時候 各國政府都要 解決不了問題 是吧 沒有 其實這兩位 周先生和歐先生 生活方法 其實是解決一切問題 因為你只要回復簡單生活便可以 其實我也很想 比如自己個人都盡量簡單些 那些東西不要亂消費 但問題是 如果跟兩位的生活方式 是這樣的 自己踩單車的 周遲祥 是 是 不可以坐車 每個人走路踩單車 自己種的東西吃 那就環球經濟衰退了 會不會 我想這個要牽涉到很大的問題 那些人對於經濟很誤解 反而來回頭 現在環球經濟一定衰退 如果這樣搞下去一定死定 不可自続 你說衰退這樣 很多時候是以退為盡 就是說 沒有了這種生意 又有另一種生意 如果一些人不去吃魚翅 我們又有健康食品 沒有了航空公司 大家不坐飛機了 我們又有另一種方式 還有呢 其實你說的是相當複雜的問題 就是 很多人都說 哎呀 譬如一個人很簡單來 香港現在有二萬間食肆 你說 我們不要外出吃飯了 只有二千間 二百間 好了 有幾多萬人失業 其實這個你搞下去 他們都會失業 不過就是 以後再沒有就業這件事 以後再沒有就業這件事 就是我們每個都是失業的 在現在的意義來說 所有的財富會重新分佈 工作的定義又重新分佈 是這樣 現在我們需要多一些其他的工種 譬如現在我們醫院 隨便說 是四個病人 就有一個醫護人員 為什麼不可以調轉 一個病人 四個醫護人員 這樣 我們把錢放在那裏 就請多些人 一樣的 我們大家健康好了 不需要那麼多醫院 省很多錢 我們空氣好了 少了很多病 省很多錢 所以整個經濟 我們就是被人騙了 就說 哎呀這樣就不行了 剛才我們談了這麼多問題 根本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很大的編局裏面 我們看不到真相 而那些既得利益的集團 是不會公佈的真相 傳媒被他們控制住 譬如現在我們講來講去都是 究竟石油還有多少年 我知道這個問題很複雜的 就是看看你去到幾貴 可以多些 還有將來還可不可以探測到更加多的石油 但是現在我們是得不到真正的數字 他又這樣說他又這樣 一個又說十二 就說得很誇張 四十年 有些說二十年 有些說不是 其實二百年還有 這樣 大家看到他們背後 都是有不同的人操縱他們 剛才我們袁先生提到那些科技那些 一方面我們又很興奮 每天都有新資料的 今天我收到的時代週雜誌 TIME 他就說有些新的電池太陽能很正 以前很多問題解決了 每天都有好消息的 也都是剛剛這兩天 就是世界上第一架用水 靜樂興的巴士又出廠 現在要開始運行 之類之類 但是我又收到相反的消息 就是這些是騙人的 他說如果你讓水變成氫氣 在它未製造之前 就用了很多其他的能源下去 才達到那個階段 我們都得不到真相 傳媒是被人控制得很厲害的 真相我們都知道是從來都爆不到出來 那怎麼辦呢 就是整個問題在這裡 剛才我們提到經濟又會衰退 會什麼 是那些舊式的經濟 新的經濟不是這樣 綠色經濟已經不是這樣 我們都知道 但是傳媒不會說 這樣有辦法 有辦法 有辦法 就繼續做 我很樂觀 很樂觀 那些人快死了大半 世界上 搞定現在是七十億 很快就剩下十幾億 所以根本就沒有石油問題 沒有人口爆炸問題 沒有糧食問題 現在地球已經採取了一個優生學 默默起了革命 很簡單這樣講 長話怎麼說 就是大部分人生不了兒子 男人沒有了sperm count 他們的精子 中精程度數量已經少到 十個男人有七八個很快就生不了兒子 女人也是 女人也是生不了 那就解決了這些問題 如果你在二十年前訪問周兆祥 你會發覺周兆祥很悲觀 將來就會通街死屍 又會有大瘟疫 什麼什麼 因為我知道地球一定搞定我們 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動物 可以這樣不負責 硬地膨脹的 即是一多起來 在正常的大自然情況之下 地球怎樣收拾他們 只有兩種方法 一種就是他們沒有食物 他們就死光了 第二種就是有predator 即是有些食物 有些食物 現在人類就違反了這些原則 地球一定要大自然有想法 搞定我們 另一個方法 以前我想的方法就是水浸 瘟疫 但現在就發現了一樣東西 1994年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就是說在巴黎 在紐約 在倫敦 那些男人沒有了sperm 跌了五成 沒有了一半 很快就七成八成九成 很快去到一個階段 男人生不了兒子 女人生不了兒子 那就搞定了 還有一樣 令我們非常興奮 但是我聽到那個消息 現在的十三年前 我狂笑不止 我覺得我是這麼大的 人聽到最好的消息 就是地球大自然 不用用殘忍的手段 血腥的手段搞定我們 他用了一種很溫柔的方式 就是什麼呢 原來呢 生到兒子的男士 繼續保存到生育能力的男士女士 都有三種特徵 你想聽一下 你想生兒子呢 就是什麼 第一種特徵呢 就是他們很乖 十點鐘睡覺 上床睡覺 如果你正在聽這個節目 你就生不了兒子 還沒到十點 第二就是他們不煙不酒 他們就不吃西藥 第三就是他們吃很健康的食品 就是他們不吃罐頭 那些東西 那就是說 很簡單這樣說 只有非常綠色的人士 才大自然給他生兒子 那就是一兩代之後 可能更短的時間 剩下來死剩那些 全部都是綠色的人士 灰灰的那些都生不了兒子 那就是一筆流一滴血 解決了我們 所以說什麼鬼人能源問題 說什麼鬼人口爆炸問題 什麼經濟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多開心 最近有Leonardo DiCaprio 出了一個叫做Eleven Hour 我就去看電影的時候 發現真的很有趣 整個電影都好像六七個人看 我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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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 很快就落畫 在那張電影裡面 他也訪問了很多人 很多科學家 一個很簡 其中有一位 那些油長 那些Chief 他說其實 我們不用為地球擔心 地球會繼續生存 只不過地球上的人類 就會換得換話 好了 我們休息休息之後 我們繼續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參與我們的討論 待會可以打電話來 我的電話是 2134 1134 還有一個ICQ 就是 439457249 OK 休息 數分鐘 我們會繼續 唉呀 你輪轉天 風濕骨痛 好辛苦呀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哇 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一個 分享一下給二婆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 2882 4848 網址是 3W H-E-A-L-T-H-S-H-O-P-DOT-COM-DOT-H-K 好了 那我們很快又回來 繼續今晚我們的講題 就是關於能源的問題 除了王學員之外 我們有兩位嘉賓 周兆祥博士 和歐紀福先生 我想兩位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 好了 我們剛才看到 周兆祥提出 其實現在 我們所謂面對的問題 其實都慢慢地 是大自然 就已經開始幫我們解決 就是我們那個現時 我經常這樣說 我們現在的地球 其中一個主要問題 都是人的人口 不斷地膨脹 資源不夠 加上如果我們 就好像美國人 那樣的生活方法 現在你看到 中國和印度 已經開始有些 中產階級 已經可以模仿到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我們地球是負擔不起的 但是我們也知道 在現時的夫婦裡面 其實是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記得我初期 在醫學院讀書的時候 我們教科書說 他說是不孕的夫婦 大概十二對有一對 到沒多久 已經看到數據 變成八對有一對 今時今日 我得到最新的資料 大概是每四對夫婦有一對 其實想生都是很困難的 是的 還有大部分是不想生 是的 要加上那些 他們喜歡打電腦 不就不生孩子 很多人隱蔽青年 他們都沒有了興趣 但自然就要踢那些人出局 就是這樣 那香港最新的數據看到 香港很低的 香港那個生育率是很低的 是不可以的 我家裡就很明顯的 我爸爸十六兄弟姊妹 是的 我爸爸生了四個 十六個 我就有兩個弟弟 我妹妹 十六變四 我現在生了兩個 十六四二 我妹妹有一個 我弟弟有一個 我弟弟有一個 我弟弟有一點幾 由十六變四變一點幾 但我弟弟 我弟弟 我兒女根本沒有興趣 誰都沒有興趣拍拖 到時是零點幾 那已經是負得很厲害 就算他們想生 都好像你這樣說 有一半就生不了 有可能是不絕種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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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講一句 挺自然的退役 不需要炒人猶豫 不需要用那些 疾病的方法 來滅族 又不需要用打仗的方法 多聰明 多偉大 多慈悲 哇 我真的可以笑 我笑了幾個小時 都聽到那個消息 我想通了這一樣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經常都講過 我之前也有介紹了一本書 那本書叫做《古老陽光的末日》 這本書其實有中文翻譯本 英文叫做《Last Hour of the Ancient Sunlight》 其實那個作者已經講得很清楚 原來我們人類的歷史上 是有很多所謂文明國發展了 發展得很好的 但是在中途 是突然之間 就是停止了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呢 往往都是視乎他們那個 能夠發掘到的能源的局限 那比如早期那些人 可能他們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移動的能力很差的 那他們到發展到某個階段 他們是靠可能周圍的樹木 來斬樹 來拿水能源的 到周圍的樹木 人口多個樹木 能夠來圍繫他們 那整個文化就會停止或者消滅 那本書其實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現在自己生活中的 所謂的文明文化 是可以避開這個災難 因為人類史上 是不斷地重複地發生的 那就是那個作者講得很清楚 這件事會出現的 但是 你看到 很多人都應該都知道 美國進入伊拉克 真的不是說 將美國的民主 帶路去伊拉克那裡 或者那個 薩丹豪西 是一個很壞的獨裁者 所以將他來到 為伊拉克人 解放他 都很明顯 美國進入伊拉克的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霸取那個能源 因為很簡單 我們除了伊拉克這個國家是這樣 其實很多沙地阿拉伯那些王族 都是一個 完全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也是一個很獨裁的社會 但是美國和他的關係 一直都保持得很好 其實很早以前 美國的幾位總統都已經知道 是很重要的 其中卡特總統也有說過 我一定是要馬住 這些產油的國家 一定和他一個保持一個友好關係 但當你不接觸的時候 你不聽話 那怎麼辦呢 就用武力對付他們 來控制他們 其實釣魚台那件事 大家爭什麼 爭過荒島嗎 都很明顯 大家知道 那個島下面附近 是很多天然的自然的汽油在那裡 那就可以看到其實我們的人類 很多時候到某個階段 我們會出現很多的戰爭 都是為爭取我們的資源 爭取我們的能源 那很快大家都會知道 我們的食水方面 如果我們山上的冰川的水 融化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有足夠的存量的水 其實我們的水源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到時候 亦都可能很多戰爭都為了霸佔一下 這些高地的水源 就出現這個問題 那其實這些問題 講了很久了 就是很有趣的 爲什麽人類 是真是始終好像 就是 水未到 未針到眼眉 是完全是 是好像 聽而不聞 好像完全理解不到的 是不是一種人的自己 保護那個方法呢 是吧 既然這麼悲哀的 他又覺得很無助的 不如當不會出現 就是自己騙自己咯 這樣 那可能是一個暫時的 一個 避難的方法 但是 現在你也看到 這個問題是 直消眼眉的 那我們 即是怎樣 那 是 人口是可能會 會一直這樣低下去的 就算非洲國家也好 因為非洲那個疾病 都是很高的 其實很多非洲的人 都是死在 藥疾病 藥疾病是全世界死亡率最高的 那文明各的地方 當然 癌症 心臟病 中風 這個差不多是 頭三大殺手 那當然 第一大殺手 就是西醫所用的方法 在美國來說 是每年 死去西醫 是七十八萬 三千三百 九十 九十六個人 是多過死在癌症 還有中風 心臟病 但是 怎樣呢 即是我們 是否 有辦法好好的 可以再 再 繼續這樣生存下去呢 我們說 如果是我們能夠 找到一些乾淨的能源 即不是那麼污染的能源 可以令到我們那個所謂 那個養化碳的釋放率 是可以控制的話 其實我們 是否可以都可以 找到一個生存的空間呢 如果假設我們真的有這些 這樣的很便宜的能源傳授的話呢 那 其實我們 不是都會有一線希望呢 我們可不可以 我整天都是這樣想 我們可不可以 是 是 有智慧地 安排我們的生活方式呢 令到我們的生活的 水準 仍然都可以非常之 維持得非常之高 而可以不毀滅地球呢 在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很多時候 是我們真的很難的 亦都會用經濟帶頭 但是我們計算經濟的方法 會不會有可能呢 真的想到一個途徑呢 是可以是維繫到我們的所謂 方便舒適的生活方法呢 是同時呢 是令到我們的地球 是不會被摧毀呢 行不行呢 前幾個月呢 我們的會ClubO 請了林超英台獎 天文台台獎 來我們那裏演講 他提出了概念 就是Structured Retreat 就是有秩序地後退 就是剛才你說的 我們始終都要Retreat 要後退的了 要回去一個地球 可以容許我們繼續下去的生活方式 你不喝敬酒就喝佛酒 要是乖乖地自己有秩序地安排 怎樣怎樣怎樣 要不是呢 大自然就會逼死我們這樣 問題就是 我們知不知道 怎樣才可以達到 大家大致上全世界七十幾億人 人家庭有這麼多 都可以好像你這樣 安全舒適健康的生活 這個就是我們要爭取去宣傳推廣的概念 其實可以的 有的 上天是給我們的 不過現在就不患寡而患不君 大家有非常創的概念 Good Life 認為要搭飛機 要買很多東西 要開車 要什麼什麼 要吃全世界 這樣才是Good Life 現在我們是這樣 第一就是界定的問題 感覺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信心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告訴全世界人 第一樣要做的 一定要做的 就是relocalization of food production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自己種回自己吃的東西 在自己的村裡種回 以後我們不可以再吃美國飛過來的東西 之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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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樣要做的 第二樣就是少了commuting 上班要搭多少車 第三就是foreign travel 我們不可以整天搭飛機 飛來飛去的 然後就好像歐大哥那樣 就盡量買少些東西 盡量去簡單些生活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問題就是 大家是不是有這個共識呢 大家有同一個vision 有一個願景呢 如果我們可以 大家有了這個共識的 那些科學家 那些政治家 經濟學家 就慢慢就可以structure 到它了 即有秩序的安排到 那樣我們陸田園 就不斷地去想 怎樣可以鼓勵大家喜歡種東西 這不是我們單獨的功勞 而是真的有一個paradigm shift 大家的意念是集體改變 現在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嗯 剛才說過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現象 好像有些人很悲觀 好像我們快要死了 地球要滅亡 但我們其實還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我們大部分的人不想 不反省到這個 我在二十年前 我已經看到能源的問題 環境的問題 我自己反省到之後 我就決定 我要放棄這些 我賺錢的工作 我賺錢的工作 是化工廠 化工廠是最污染 最少的能源 所以我先離開它 所以一個人要先反省自己 我要追求的是什麼 我們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我每個人追求都是快樂 是享受 但什麼叫快樂 什麼享受呢 是你在很污濁的環境上 在那裡吃呀住呀 很方便那些是享受嗎 還是你回歸自然是享受呢 是回到離開這個污濁的世界 所以快樂 要反省了 如果我們知道是這樣 我們就可以放棄很多東西 我已經二十年了 很多東西都不需要 所以我放棄 剩下好幾樣很少的東西要用 電器的 最近知道能源的問題 我以前也有駕駛過車 不過我後來呢 如果我要 為什麼天天要駕駛呢 後來我很減少駕駛駛 我要兩件事 三件事出去辦的時候我才駕駛 我住在台灣 我在郊外住呀 所以沒有交通工具很難 不過最近我說 其實沒有那麼多市 所以我不駕駛 我說坐巴士 我說巴士 現在因為在台灣的郊區 巴士都很少 一個小時才一班 我後來說 我不坐巴士 連那些巴士都不用坐 錢都不用回 我說坐 搭電車 順風車 順風車 順風車其實很好 很有意思 尤其是在偏僻的地方 你一搭到 很高興的 尤其是台灣那些偏僻的地方 有人有車經過 他看到你入手 他會停下來 尤其是你跟他 很高興地說兩句 他說我送到去哪裡了 送到去 所以我最近幾個月 我不用巴士都不用坐 我專門搭這順風車 而且交了很多朋友 尤其是那些 偏僻的山地的原住民 或者是本地的 花蓮的人 他一看到你 好像你要搭他的車 他很高興 他本來說我去這裏 你去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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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順路 我說沒有緊要 你到我去那裏 我去那裏 跟他談談談 他很高興 他說好 我送你去那裏 先談好一點 或者鬥一鬥才去 所以 有很多 我一點不能源 都不需要耗 錢都不用花 而且很高興 可以搭到順風車 去到我到達的地 這裏 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其實很多事情 不是一定 我一想去 我要做什麼 立刻用錢來想 來衡量它 立刻用最方便的方法 不一定的 所以我們用最原始的 最難的方法 一樣很容易得到 我最近經驗是很特別的 搭順風車很有意思 當然都市比較難些 如果你離開都市 你就很享受這些生活 所以說 要人 要反省我們追求的是什麼 追求的是什麼 現在我們看著 這個世界的問題很多很多 最緊要就是 你要離開這個複雜的都市 骯髒那態的都市 你回歸自然 住到鄉下去 很多東西都解決了 吃的東西自己種一種就可以了 交通其實不需要很多 很多時候要搭車 一走兩步 就可以得到什麼 水啊 水啊 柴啊 我在那裏燒柴的 燒柴 當然燒柴有兩個問題 就是空氣污染 但是我們種了很多樹 樹都很需要那些空氣 所以就去平衡 而且它更吸收 樹越來越茂盛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 你只要動一下腦筋 想一下 你追求的是什麼 你怎樣改變你的生活 就可以了 那當然一般人都是追求那個 物質的享受 那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意境呢 其實這個這樣的追求 不是我們自己慢慢地 呈現出來的 其實根本有一些機構 是很早已經知道 它們可以用這些這樣的 廣告宣傳的方法 來左右我們的思路 在美國呢 在三年現代 那大家可能有機會都可以知道 那你知道 大家都聽過 Sigmond Floyd 那原來他有一個侄仔 是 Edward Barnet 好像他的名字 那他呢 就在 在Floyd那裏 學了我們人的潛意識 他就把這個心理學 是發展到另一個階段的 那他就怎樣呢 他是呢 他教那些大財團 政府 是怎樣來到 來到 控制我們的思思上 摧眠 摧眠 摧眠我們 那在網上其實有很多 如果你有機會 在Edward Barnet 你可以看到很多 這方面的資料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這樣的行為 我們那個消費行為 其實是有人是很刻意 是用一些很科學的 心理的控制的方法 是製造出來的 那當然啦 我們要脫離這件事 大家首先要了解 這件事 這件情況是怎樣發生的 那我最近 我有一次在書店 是納到一本書 我好像不知道 是新加坡馬來西亞 那書店叫做一本書 那本書的作者 是兩母女 那大家好像哈佛的 哈佛的教授 那他本書大概是說 就是美國的人 以前是一個 一份工的家庭 那但是 就越來越多 就要需要兩份工 那但是發現 我們通常打算 我們生活好 應該會多些空餘的時間 享受原來家庭的樂趣 那但是發現 其實是完全不是這件事的 那些人工作又多了 但是那個家庭的樂趣 就反而少了 那而那個人 其實那個所謂的 那個法律的指數 是一路一路低的 那網上最近 也都納到一份資料 那就是他分析都很好的 那就是我們現代文明人的生活 就是這樣 那就是 那日間呢 就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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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做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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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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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賺得很累的時候呢 他回到家呢 就怎樣呢 就坐在電視機那裡了 那電視機就給廣告幫你洗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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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廣告成的最後的目的 最終的目的是什麼呢 廣告呢 是要令到你呢 是對你自己所擁有的東西 而覺得都不夠不開心的 廣告的目的就是這樣 這就是廣告的目的來的 那他累了 那在一個催眠的狀態呢 在一個對著電視機呢 那你不斷被人洗腦 那他覺得 哎呀死我啊 我都不太開心啊 我所有的東西都不夠啊 那跟著呢 就去買買買了 那買了之後呢 又需要錢了 跟著去做做做了 那做做做了 那回到他累了之後 又在電視機坐在那裡 又被人洗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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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腦又令到你呢 覺得你所擁有的東西 還不夠開心啊 跟著去買多點了 那這個就是整個文明人 那個 那個 整個劑到整個 就是這樣出現的 那好了 那原來美國呢 在早期呢 已經有人做過很多研究的 那發現呢 在1955年開始了 就是當我們 就是有這些這樣的大機構呢 開始用這個手法 來到 來到 跟我們大眾洗腦的時候呢 美國人那個 那個所謂法律指標呢 是一路一路的跌的 那就是 其實我始終經都這麼說 在香港出路的網路陣地上 經常這麼說 其實我們經常很多 遇到一些問題呢 是感覺到很疑惑 那也不知道怎樣去處理 那其實主要的原因呢 我們都未能夠動縮到 問題的真正的原因是怎樣 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生活方式呢 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消費主義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真是很坦白 其實我們是一個 某程度上 是一個 是一個 很無辜的犧牲者來的 但是我們怎麼脫離這個困境呢 那委員也是 就是 知識就是我們的力量 我們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其實我們只要花一下我們的時間 腦筋呢 去深入一點想一下 那剛才修學長都提及了 就是現在的傳媒的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的 這個問題 不只是香港 是全世界的問題 那我最近在網上也看到很多資料 包括 Dan Rather 那他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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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的reform conference 他就揭露了出來 他根本現在 今時今日的大傳媒呢 不像以前那樣的 他們的最終最終目的呢 都是那個bottom line 就是錢的 那如果他遇到一些東西呢 是對他的那個收入有些抵觸呢 他就會放棄的 那我們看到呢 在全世界的大傳媒呢 香港都一樣的 都是出現這個這樣的現象的 那所以我們覺得 就是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呢 就是盡量就是 就是不好受他們的影響 那我最近又立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那文章他提及呢 有一個印第安人的一個長老 那他跟他的孫子呢 就講他心目中一個掙扎 那裡面呢 有一個battle 有一個戰場在裡面的 那這個戰場呢 就是兩隻狐狸 一個就是壞的狐狸 那這個壞的狐狸呢 又貪婪啦 又妒忌啦 又不知足啦 又自高自大啦 那就是有一個好狐狸的 好狐狸有 操滿愛心啦 誠恨啦 信仁仁啦 那這兩個狐狸 大家都在打著 那那個孫子呢 他就問那個阿爺 那結果誰贏啊 那阿爺就說呢 他說呢 我選擇餵哪隻狐狸呢 那隻狐狸就贏了 The wolf who wins is the one that I choose to feed 那其實這個在傳媒裡面 是解釋給我聽的 這個故事 我相信這個故事是很好的 就是我們知道傳媒有這個問題 那我怎樣對付他呢 很簡單而已 我們不要光顧這些 所以我們的人類是沒有貢獻 是危害我們人類的傳媒咯 就是不要餵他們咯 那我覺得呢 其實我已經戒了電視 周柱強已經戒了很多神言 那我慢慢地都戒了 以前我喜歡看電視 但我當然看電視 因為大顏幕舒服一點 所以我已經很久都不看了 所以很多香港發生的新聞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做這個節目都很奇怪的 雖然發生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不過還有些助手 阿奇我 繼續讓我告訴你 出現什麼問題 下載的資料 那我發現呢 其實香港人呢 已經開始就要 要進入我們那個 互聯網那個世界 真真正正的 人類的真知卓見 以及公正的 不biased的資料 其實是在互聯網看到的 那香港這個文化 其實呢 在一般的成年人裏面 都不是太多的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 因為始終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互聯網用得很好 我現在已經開始 我十一歲的兒子學 很多東西都快到死 找到很快 但我都是比較慢的一位 但我現在越看越發現 你真的想拿到的 珍惜的資訊 是真的想互聯網 就不是我一般的大傳媒 那我們都好彩 我們香港出路 都是網上電台 都是互聯網的一部分 所以我能夠說的話 外面電台 是從來不會讓我們說的 也從來不會邀請我們說的 如果我們說這些話 很快下次就不會再找你了 今晚我們由這個能源開始講 講到那又怎樣呢 大家都好像沒什麼辦法 有些人會很悲觀的 我自己這樣看 就是第一 Pessimism is not an option 即是我們沒有可能選擇悲觀的 你覺得死就死定了 你做也不同 在歷史上我們發覺 永遠都是柳暗花明有一村 你們人有人想 天有天計 人算不如天算 天又會安排一些東西給你 我們想 現在 自從二三十年前開始 所有的指標 都是死定的 人口 資源 污染 動物絕種 什麼什麼 沒有一樣東西 是說我們可以將來活下去的 我覺得 雖然是這樣 但是天又有他的安排 他安排了給我們 有些努力 剛才我說那個 發展的scenario 這樣發展下去 是可以的 全世界可能可以 一萬個人 一萬個人 非常綠色 小孩子 代代生活下去 可持續 天又和你安排 最後我想想起一句話 一句話 我就是前幾天 前幾天看到的 我又不知道 他所說的 這位人兄 就是 他剛剛離開這個世界 幾天 周思常出生 我小時候 我中學時候 每個人都叫我花名 叫我做甘地 因為那時候我養 不用扮都始終甘地 那時候我買了一些眼鏡 就是為衣服 眼鏡 就是甘地戴他的眼鏡 所以我有好意 他被人捅瓜 之後 六天我出生 他講了很多話 我都很服他的 其中他原來講句是這樣的話 他說 當我絕望的時候 我記起自古以來 真理與外 每次都戰勝在一起 曾經有過很多的暴君 很多的殺人如麻的兇手 有什麼人都有 一時之間 大家都覺得他們所向無敵 我們頂他不相信 但是結果 終歸他們 個個都消失了 記住 記住 他們結果終歸都消失了 我就很感謝甘地這個人 好 我們在一個積極的看法 其實能源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講了很久 大家都預測是會發生的 只不過是時間性 大家也可能都聽到 2012年地球有很大的改變 但有些不同的預測 有些說有些可能有天然災難 可能地球的南北極會倒轉來 我們人類大部分會消失 也都看到 我們成都過去現在都關注的 所謂天氣暖化這個問題 亦都有一種說法 原來每幾萬年 有一個衛星會接近地球 這個在NASA 你看到有機會看網 是講到的時間 是真的差不多 但有些人說不是的 這個不是2012 雖然各文化的嚴力 都好像突然間中斷在那裡 其實是代表我們人 會有一個大的轉變 在某個程度上我覺得 我們人的大的轉變 真的挺對的 你看到 希望今次這個油價上升的事件 可以加速我們人類 真真正正在這方面 深入一些反省一下 可以及時做到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過去一直都想說 關於外星人那件事 因為我很突然 我都一直去追追追追 最可惜我未見過 為何要了解外星人呢 其實背後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如果真的外星人存在 外星人的科技 很明顯是一個很先進的科技 下一次我們邀請到 有一位他見過外星人的人 九歲見過外星人 他現在居住在香港 他小時候在南非見過外星人 他跟外星人一直都有這方面的接觸 他亦都寫過一些書籍 是關於這方面的情況 好了 在某個程度上 我們都會看到的 希望或者在外星人裏面 我們都可以想到一些 新的解釋或者新的答案 好了 我們今晚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下個星期再見 OK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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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